有犯累 然後就是一直在想說 不要性虛太激動 然後希望可以好好的、穩穩的 所以今天沒有到爆哭 但是就是有微微的落淚這樣子 然後爸爸的話應該算是 硬硬硬硬住了 還OK 你可以分享一下 請問你當時的心情怎麼樣 嫁女兒的心情 這個 剛好在幾個月之內 然後就嫁了兩個女兒 所以前面有一点彩排了 后面就心情好一点 不过养儿方知父母恩 听到女儿在叙述当中的点点滴滴 还是忍不住湿的眼眶 然后刚好Sandy结婚的这一天 阿公阿嬷他们都没有办法来参加 在家里 阿公最近因为身体的一个问题 刚刚参加那个马拉松比赛 一个人跑四十几公里很辛苦 没有啦 他现在在家里休息啦 最近这个终究是高龄了 八十八九岁 阿嬷也九十岁了 也带上了很多的一个祝福 所以太开心了 你是我这一辈子看过最漂亮的新娘 这是真心话 对呀 所以那个王阳开先生 我很满意这个女婿 基督徒 然后个性又非常的温和 可能跟我相处的时候是这样 然后打篮球毫不客气的 直接直接灌我的篮 哎呀 因为要灌我的篮只要站好就可以灌我的篮 不然他个子又高 然后性格很好 两个人之间啊 点点滴滴 我一路参与到底 爸爸说过 生养交陪 女儿结婚 就是爸爸在赔的部分了 赔钱的部分 赔半的部分 你可以先进去就座吗 我刚刚在里面看了这个直播 然后就是现场的 刚刚有来了好多来宾 然后我都觉得非常的感谢 就是每一位来都在细细的数算 当年 我说每一位来他们都在细细的数算 当年他们结婚的时候 现歌包给他们多少 然后我想说 哇怎么会这么客气这样子 其实主要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这边玩得开心 那如果真的有祝福 我们当然也是 就是非常的感谢这样子 对对对